十四岁的康熙足足当了六年的傀儡 在他面前最大的绊脚石 就是这个目无一切的敖拜 终于有了扳倒他的机会 当然不能错过 就在他一声令下等着看热闹的时候 不想却等了个寂寞 苏和沙哈剑没人说话 开始激活进攻 这一重磅炸弹扔出 引发了群臣的一片议论之声 皇帝示意大家安静 紧接着让苏和沙哈继续表演 这一大堆的乱棒打出来 就连下面的人都站不住了 这么多的土地一旦坐实 九族都不够杀的 敖拜一党看到苏和沙哈 如此诋毁老大 开始群起而攻 老子为大兴打天下的时候 死过两个儿子 到现在还有十二手刀疤 老子的儿子 他们的尸骨就埋在那 怎么着 你让老子将他们的尸骨都挖出来 康熙大怒 当着我的面 你在这骂骂咧咧的成何体统 你不要点灭 朕还要点灭呢 皇帝发话 下面收敛不少 苏和沙哈继续检举敖拜的其他罪证 皇上 臣呈上调查材料十二分 以及各部臣宫 与外省官员控状 三十三分 请皇上审阅 康熙装模作样的拿到手后 还不忘瞥了敖拜一眼 心向着下文了 可是 敖拜却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稳坐钓鱼台 康熙看完之后 这才追问敖拜 你看这么多举报 你的证据可有什么好边界的 敖拜却一脸笑意地回答着 皇上 老臣不急 老臣劝皇上也不要太着急 等苏和沙哈把话全说完了 老臣再说不迟 看到敖拜无话可说 康熙的心里越发的高兴 列位成功 谁还有话说 谁还有话说 朕等着听呢 可是整个朝堂仍然平静如水 只有索尼在那慢悠悠地喝着饮料水 没有办法只好点了班布尔善 班布尔善 苏克沙哈说你有旁症 你有吗 臣 确有证据 只是康熙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的背后早就被班布尔善给卖了 而康熙还不自知 自认为胜券在握 初不知当孝庄太后得知消息时 第一时间就预测了结局 皇上他必败无疑啊 而班布尔善早已整个代弹 正打算来一次绝地反杀 第一 有关敖拜一党圈地之事 纯属子虚乌有 第二 前几天苏克沙哈还偷偷地向我行贿 扬言只要配合就给我一个内阁大臣 第三 他当着客战所有人的面 鼓动学子闹事 特别是此次投名武自由 就是他提前安排好的棋子 这一反转让局面瞬间反转 不等康熙反应 敖拜的反击开始了